刚才威福部次长提到的乌龙公文是昨天下午威福部外流的一份油品下架名单 包含了泰山、鼎心、三斗士等等国内大厂都榜上有名 总共有37款 威福部昨天晚间已经紧急召开了记者会 说明这是内部书师把机查名单当成了下架名单 受波及的大厂泰山今天召开记者会 说他们谅解威福部不会要求国赔 向威福部公布名单有业者签了切结书却被验出不合格 恐怕也将面临未造文书的刑责和6到1500万元的罚还 泰山董事长亲上火线对外秀出检验证明 表示名单中的两款油品都没问题也不需下架 但对威福部把可疑名单当成确定名单 甚至对外公布造成同路上下架 泰山为政府打圆场 是不是管理不当或是怎么样子 那个我相信局里面自己会检讨 我站在企业界的立场 我是一个经营者 我是一个管理者 没有人是完美的 于威福部共体时间 泰山不会要求国赔做好自主产品管理 不过31号下午 威福部公布不合格油品名单 还是有签切结束的业者被验出不合格 那个不能说不合格 你用不合格就 你怎么有这不合格 没有跟我们结束 你电机把我们付到这样 我们就没问题了 那你们自己家里会不会就不卖了 我们还是要照卖 业者担心怕被盯上 随即将电话挂断 上午说威福部损坏商与 没想到的确在公布名单内 而业者因为签切结束承诺 有品没问题却被验出 恐怕地面临未造文书刑者 以及6到1500万的罚还 UDN TV综合报导